Hello 大家好 又欢迎大家来收看二号VBA第十六广 今次第十六广有点特别 牵涉到怎样看着股票市场 买股票的香港人是最常见的 亦都香港人相当忙碌的 精純的Multi-Task 现在这个示范 左边就是一个worksheet 装着一些股票的资料 而右边也看着一个 叫做youtube 一边就学煮食 一边就看着市场 左边就是有 若干股票 腾讯 Hong Kong Band 我设定了一个script 就是每四秒钟就会 refresh一次 看到如果这边转的话 股票就会更新 现在大家看看 有升有跌 14.2 refresh了之后 看看下一个refreshment 再一次refreshment 就是14元 这个可以让大忙的人 一边看着youtube 一边看着市场 令到你的生活更加充实 或者是紧张 紧贴这个市场 如何做呢 其实简单 这个script 在这里 不超过10句 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一边看youtube 一边看着自己股票的升跌 或者看看如何做这个示范 好了 现在我们看一看 如何做这个 opto refresh 这个vba 好了 我们先停在这里 按这个按键 然后就禁止 refresh 好了 停了 那我就 删除了 重新再做一次 好了 先前的vba 和一些 option bottom 都删除了 重新再做一次 给大家看 第一件事 我们就要 写一个main program 做一个refresh 先前的 我的vba 我为了方便 为了省事 也都在 save了 cripboard 我们第一个 就做一个sup 这个main program 先 我们只需要 两句的statement 第一个 拿了一个sup menu 出来 做一个 Active Worksheet 然后呢 再做一个refresh 你看到 Active Workbook refresh 然后第二句 就是 叫一个refresh 的sup routine 出来 好了 现在这个sup routine 我们叫这个sup routine 的statement 就未写 我们先 remark 先走 这个 这个就是Active Workbook 做一个refresh 我们走一走 如果我们按这个sup routine 这里 就应该做一个refresh 你看到一个 打转的 这里 我们试试走一走 看到呢 按 它又做了一个refresh 再按 就做了 那这里呢 随着更新 我们看看有没有更新 按下去 没什么更新 这里 这里有变了 那这个呢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 主题 如何去做一个refresh 那么我们没有理由 每次按 那就可以 有一个optimation 在这里 首先呢 我们在这边再做 啊 加两个 的 在这里 developer 加两个button 按下去 optimation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呢 我们就叫做一个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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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resh enable opto refresh 而第二个呢 我们再copy 多一个 就是做一个 disable 的 好了 我们做了两个optimation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第一个highlight 然后去一个 叫做 control format control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现在它是uncheck的 我们的default 是uncheck 然后呢 有一个sell link 我们写在 B1 好了 而这个 disable 那个 也是再 去一个 format control 好 同时呢 因为我们是copy 出来的嘛 那么它就会跟上 你上一个 control link的cell 是B1 它跟着B1 那这个呢 今次我们是 default 是track的 那么 看到了 我们试一下这个 按下 因为这个是第一个 放进去嘛 这个enable 那个opto refresh 那拿了这个cell 就变成1 按这个呢 就变成2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有个指令呢 当我们不想做opto refresh 那时呢 只要那个vba program 看着这里是2 那时呢 就会停了 program 但如果是1 那时呢 它就会走 这个program 这个大家明白了 好了 那我们跳去这个 明 program 去回那个vba environment 那我们呢 就会写一个叫做 refresh ment program 这个就是refresh 那个data的subroutine 那如果我们 要看第一个statement 如果这个b2 是2 那时呢 b1等于2 那时呢 我们就要clip 进去 进去 N10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会走一个 timer 放进去 那整个program 最精细就是这一句的 这一句 拉幅一点 看看 那如果那个 走这个refresh ment 它是2 那时呢 它就exit这个program 就停了 如果是1的话呢 它就会走这一样东西了 那这个application on time on time on time 之后给一个 现在的时刻的时间去 加一个time series 那time series呢 这个 就要讲解少少少 time 第一个0 就是这个是一个hour 来的 第二个呢 就是minute 来的 那现在也是0 最后一个就是second 就是说呢 在一个application on time now 在现在这一刻 走的时候呢 加多4秒 加完4秒之后呢 你想做什么呢 这里有个main main就是call回这个program call回这个program 就会做这个refreshment 做完refreshment之后呢 先前我不是说call这个refresh data 我现在可以enable回去 去做一个looping 可以 如果我们走这个enable 的时候 call这个program 然后呢 他就会 做完这个refreshment 之后 再call这个refreshment data 造成一个looping 再走这里 他就会先查这个 sell 如果是2 就exit这个program 如果不是2 他就会继续走这个 走完之后4秒 他就会call回这个 那这里其实做一个 这两个十六天 就大家做一个looping until呢 变成是1 不等于2 好了 那这里呢 或者我再跳出来 这里呢 那这里呢 我们还要给个mac call 因为我们呢 按这个的时候 要assign mac call 然后call这个main 好了 那这两个 我们就call这个main 这个十六天 ok 放进去 好了 那原则上 现在应该是ok的了 那我们试一下 按这个 差了一样东西 哦 这里呢 我们留了end if 了 所以program 就一定是要 有时候呢 就会做一个debucking 的 and if 好了 那我们试一下了 一按这个就enable 这个main 看见到呢 走了 每四秒呢 它就会refresh了 看到了 每四秒 refresh了一次 如果你想停的话呢 一按这个 disable 就变了2 当它走到这里呢 那时候呢 它见到2 就会exceed的了 那我就直接按这个 那这里变了2 B2变了2 那它就supposed 走到这里呢 就会exceed了出来的了 我们试一下 是否停了 好了 现在program停了了 那我们再enable 回来 一enable 这个键呢 它就会call这个main 同时呢 这个b1呢 就变成1 按它 那就可以了 看见到呢 不停的refresh了 好了 那我们先停了先 刚才我说过呢 这里呢 time series 那里呢 你可以调节这个时间 比如你说我想慢一点 2秒 试一试2秒 我没试过2秒 好了 回到这里了 enable这个optorefresh 按下去 哇 它真的跳得很密 看到吗 即是比用手按 不停的变 在这里 哇 小米的成交相当之厉害 看到呢 不停的跳 小米那里 跳得很厉害 好了 那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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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o refresh 其实牵扯过script 很少 正如我所说 那就停了先 停了先 停了 这里就交回4秒 不要那么长 不要那么快 那你走这个program 之后呢 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 看着 另外一边 好像之前我示范呢 你可以开着我youtube 看这个 看片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不忘这个市场的变化 好了 那这个vba 示范 如何做optorefresh 这个stock 就到这里 或者在这里 我再提一提 这个呢 如果大家 这边 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呢 那我再加多一只 那大家会明白的 那这个microsoft 这个 360版本呢 它已经是有了一个 叫做 啊 看stock 那个资料 只要在这里打 XHK 香港股票 XHK G 那譬如你 接着colon 打这个 一号仔 一号仔 是长实 那你出了 那里面的长实 那这里呢 就 讲个price 这个讲个change 这样立起 我再示范一次 如果这里 我们有了这个 长实之后呢 走过来这边呢 这里等于 这一只 一按一点呢 又可以选择的了 那这里呢 就是 比如这个 price 我可以选择 那就是price 那这里呢 同样的 走过来这边 那呢 点下去 这里呢 就一个changes changes changes 那 一路这样 选择 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这个changes 这个percentage 相当容易的 那 就 我们copy 这个format 下去 或者直接copy 可以加多一只 那 再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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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refresh 好了 那 做法就相当简单 如果大家 这个file 我会放在 description 那里 大家可以download 去看 怎样去做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留言在我youtube channel里面 大家交流 拜拜 拜拜